歷史為盡 以鼓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齊有此旅開獎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我是呂傑 那今天邀請到的大來賓是誰呢 我跟你講這個人非常的忙 他的身份比我還多元 他又是脫口秀演員 然後也是藝人 然後也是綜藝咖 然後AKA喜劇貴公子 又有做Youtube 又有做Podcast 還有戰力的脫口秀 那更重要的是最近又多了一個身份 叫做暢銷作家 我們歡迎今天我們的大來賓 黃豪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喜劇貴公子黃豪平 掌聲一下 吳宗憲 我自己幫自己加點音效這樣子 你剛剛這樣講 老師你剛剛這樣講 什麼直牙渣男 你知道嗎 對每一件事情都花心 不專心的感覺 我們叫Cross Over 跨界 對 跨界 不是暢銷作家 現在至少是個暢秋作家 各個節目都去上這樣 黃豪平 你是學霸欸 怎麼說 你政大國貌嘛 然後還有政大氣管嘛 對 氣研所 對 氣研所 政大氣研所 那時候是台灣第一氣研所 就不好讀 不好考不好讀 要畢業也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你從小就很會唸書 不敢說是很會唸書 我覺得我很會記東西 所以對於背東西這件事情 我是比較有概念的 背腳本 背腳本啊 然後就是背一些 你知道以前那種 甜鴨式教育的東西 這種題目出來 看到這種題型 你就選C就對了 反正這種東西大概記得清楚 考試不會太差 就是三短一場就選長 三長一短就選短 不長不短就選B 不知道答案就選C 是 對 大概這樣子 以猜為主 以蒙為輔 猜蒙兼顧 一定過關這樣 我真的不能在這個 補教業的大前輩面前 講說什麼口訣啊 要選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你比我還熟太多了 可是你看你成績那麼好 你爸媽會接送你當喜劇演員嗎 我們不是說喜劇演員這個職業不好 千萬不要誤會 對喔 而是傳統教授 我希望還是好好念書啊 我也覺得不好啊 對很多人說 你現在混成這樣還覺得不好 不是 我現在這個是好運 運氣也好 老高講的 綠點遇到的比較多一些些 我真的很多新人問我說 你要不要給我一點建議說 我要做喜劇演員 我都會建議他說 就不要 就是建議 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因為 這就是防止後進來踩到你 你知道嗎 不要這樣講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說 老師我搶他路不叫就好不好 我買哪 我現在要補頭了 你自己賣 這是確實其中一個原因 現在這個市場已經夠小了 一堆人進來怎麼辦 但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真的覺得 喜劇演員這個工作 不是說他有多低俗或下流什麼 是他其實真的不容易 就是所有的表演者 不容易這麼低俗跟下流 不是 不容易不容易往上攀 不是 是不容易能夠出頭 因為現在演員跟創作者都太多了 所以你要進來 硬是要幾個位置的話 其實我覺得那條路很辛苦 你現在連Youtube都不好做 都被稀釋掉 對啊 流量那個誰之前 瓜吉在那邊講說 流量現在都下滑 前面也跟大家講說 Youtube現在的流量 其實也都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現在單集的點擊率有破10萬都偷笑了 真的 對啊 你像之前有是無聊在看 怎麼現在流量大概都是10萬8萬而已 以前隨便PO一支都是上百萬 對啊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的爸爸媽媽會擔心的點 都是在於說 你做這一行到底有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以我爸媽就是這樣子 他們會覺得說 你到底做這一行 做這個表演喜劇 有沒有辦法讓自己生活是不用擔心的 那當然是想辦法說服爸媽 或者是讓爸媽看到我的工作成就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是運氣好 就如果今天我是沒有成就的 我東西沒有做出來 我覺得我爸媽也不會這麼讓我好家睡 我聽說你在國小的時候跟你爸講 你要當喜劇員 你爸就用你的臉鼓掌 就給你巴掌 用我的臉用力的給我鼓勵這樣子 他其實那個時候 我是跟他講說我要當藝人 要當明星 因為就看到電視上面 那種光鮮亮麗的 然後覺得說跳舞好帥啊 穿著衣服很帥什麼 我爸在旁邊辦公 我就在旁邊講說 爸我要當藝人 我要當明星 就指著螢幕 講一次我爸說 不要亂講話 講兩次我爸也說 不要亂講話 你要好好讀書啦 講到第三次我爸就 一巴掌就揮過來 我覺得可能他覺得煩 就是你知道有一個人在辦公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人一直在講 我要當明星 我要當明星 但是當下我就會有一種感覺是 我爸對於表演藝術這件事情 是排斥的 那小時候只是純粹喜歡表演 然後老師問說 有沒有同學要發表 要演講比賽 要比賽的 然後我就舉手說我要去比 喜歡表現 喜歡表演 那這個行為 我在家裡展現的時候 在學校老師都覺得 OKOK來表演 來演講 可是在家裡展現 我爸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say no 所以我就覺得 好我爸可能真的 從小就開始覺得 我爸應該是不站著我 我覺得應該是 你從小成績就不錯 所以他對你的另外一條路 會有期待 對啊 但是你想走不一樣的方向 你爸當然也就是用你的臉 幫你鼓掌一下 是 那你在這條路上你後來 因為你高中的時候 就去參加過選秀 對 那你爸媽沒有阻止你嗎 其實我沒有讓我爸知道 就是我就是先上傳 因為其實說真的 也沒有任何人覺得 上傳那個影片 參加那個比賽 就是為了要當明星 所以我當時上傳 其實我也沒有經過我爸同意 因為我們家那時候 只有一台電腦 我就趁我爸媽 他們在外面的時候 我就在家裡用電腦 所以如果你上網看 到現在還找得到那支 我一開始的影片 我講話很小聲 大家好 我是新海羅盤葉教授 為什麼 因為我怕外面我爸媽會聽到 然後那支影片 大概是快二十年 十幾年前的影片 那時候你爸媽在家 我爸媽在家 我爸媽在家 我爸媽在外面 他們在客廳在看電視 然後我燈關了 聲音弄得很小聲 在那邊做了一支影片 哇 你拍一支影片上傳 怎麼像小孩子偷看A片一樣 對啊 搞成這樣子 我爸媽打開 我還要把衛生紙拿出來說 不好意思 我是在看A片 因為讓他們看到我在偷搞這東西 可能更嚴重 你知道嗎 就跟你講 喜劇越來越低氣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喜歡 笑得這樣也不對 其實我覺得 我爸媽那個時候 如果讓他們知道 可能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們不會覺得說 你真的要投稿 是一個多不OK的事情 只是我就下意識覺得 又不是什麼離經叛道的事 可是我爸媽是 因為我爸是那種 銀行界的 就比較保守 我覺得比較保守 所以 一路下來 我給我爸的那個 腦補就是 我不要讓他知道說 我去參加這些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 影片偷偷的寄過去 然後偷偷的跑去攝影棚 搭公車 就自己過去那邊 拍後續的錄影帶啊 什麼決賽的影片等等的 所以那些東西 其實一直到得獎 我爸媽都是 沒有特別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就算拿回家 爸媽說 你去參加這個比賽喔 你有得獎喔 然後我也是說 對啊對啊就拿到 然後就進房間 就這樣 就這樣子 也沒有鼓勵 沒有啊 沒有啊 還沒有 然後後來是真的 參加完魔王大道之後 我爸媽才會去跟人家講說 我兒子是有參加魔王大道比賽 得到那個 那個我好生啊 對 那個真的是一個 一個路程 真的走了很長的路 我才理解到 其實我爸媽並沒有 討厭我走這條路 只是因為從小 我們家真的都不太習慣說 什麼我愛你啊 說什麼你好棒之類的 我爸不會用這樣的方式鼓勵我 我也不會這樣子在 父親節母親節跟他們講說 什麼啊 爸媽我愛你啊 我要一輩子當你們的乖小孩 這種話真的講不出來 是 對 從小都沒有 也做不到 也做不到 不是講不出來是做不到啊 一輩子不會至少有幾個月 可能幾年的時間 有交女朋友的時候 不會當你們的乖小孩 但是我會帶一個小孩回來 我覺得其實那時候 會一直不斷的腦補說 爸媽不贊同我 所以我會跟家裡的距離又更遠 到現在我其實覺得說 也有點遺憾啦 我覺得到現在我都不會 不太敢去講這些東西 我好羨慕那些家裡 兒子女兒 會願意跟爸爸媽媽講說 爸媽我愛你之類的 我身旁好多男生女生朋友 都敢這樣子講 可是我們家都沒有 我也跟我媽講過一次啊 怎麼樣 媽媽我們講台語嘛 我真的很愛你 要借多少錢 對對對 我們還要欠多少 還要欠多少 我們不然 我真的很愛你 酒水對不對 你酒水才跟我說 這算是好的啊 可是你當初就自己一個人 坐飛機去雲南比賽 我沒有成功 我想去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 有跟同學一起參加一個東西 那時候叫少年比爾蓋茲 微軟他們舉辦的一個比賽 大家就寫一些商業企劃什麼的 就跟高中同學一起報了名 要去參加這個競賽 當時是 晉級到決賽是要飛到雲南去 跟其他國家 其他城市的同學們一起比 那我就跟我爸媽講 他說 欸 你是不用考試喔 Vincolci喔 你要飛過去 你回來你工作 你那個考試怎麼辦 我聽到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說 我其實是怕的 我就覺得好 OK 我爸媽好像不贊同我去 因為那個東西也要 家長同意 我當時出國這件事情 我不可能說自己 去辦了護照 要飛過去 我就跟同學講說 你們去吧 我就在台灣這樣 結果他們去了 是拿到獎的 他們公圓倒回來的時候 我這些東西 所以你很硬的 對 我很硬的 百優姐吃三顆 沒有啦 沒有特要啦 沒有啦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如果爸媽能夠 再放心一點 讓我去嘗試這些東西 就好了 或許結果會不一樣 對 你那個時候就出道了 那個時候就是參加 悶鍋魔王選秀賽 就去參加 當時就拍了影片 你那時候也是高中生 高中生 然後那一屆 我記得那一屆 冠軍是陳漢典 對 然後你拿最佳潛力獎 其實技術上 我都跟大家講說 我拿第二名 但事實上因為第一名以外 就只有潛力獎 所以潛力獎 都是第二名 這樣講比較好聽 準優勝 對 那我招搖撞騙了一段時間 那時候陳漢典是冠軍 我是第二名 但是你還是不滿意這個成績 當然不滿意啊 因為我覺得 你覺得陳漢典 別有人的美你好 不能在這裡講 沒有啦 沒有 不要害我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學文學 我們習慣幫人家翻譯 藍色窗簾 沒有我覺得那時候陳漢典 因為陳漢典 他的本身的舞蹈底子 非常的強 所以他對肢體的掌控很厲害 我當時只靠文本 我覺得只靠文本 能夠進到潛力獎 得到那個獎項的肯定 已經是 我覺得已經要偷笑了 可是確實因為就差這個 中間的差距 陳漢典後來一路就可能在 康熙來了 然後到 貧布清雲 到綜藝大人們 到現在都有一個固定的主持工作 所以我有時候 那個時候還沒有真的有成績的時候 就會想說 如果那個時候拿到冠軍的是我的話 會不會我也有不一樣的人生 是 你現在就手上有八個節目這樣 陳漢典現在也沒有八個節目 我覺得還行 你贏過他你當然就要八個嘛 對 這八個至少贏都一大半吧 老師你有八個節目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會死人的 會死人的 那會死人的 不要不要 那我這麼講 你那時候參加 不管是要本來去雲南比賽 或者是你參加了那個超級魔王比賽 你那時候都是高中生 對 都是高中生 那你怎麼成績還有辦法 魔王大道是研究所 研究所 剛拿到研究所的入學通知 所以是大學生時期 那你那麼熱愛表演 他有辦法成績顧得這麼好 這個問題 以前康永哥也問過我 一模一樣的問題 他就說 你這樣子是怎麼兼顧學業跟工作 然後你怎麼回答他 跟大家講講這個 做我旁邊那個成績很好 不是 跟大家講 如何兼顧學業跟工作的秘訣 就是只要不夠紅 你就有辦法兼顧 你就只有學業要擔心而已 工作完全不是問題 因為真的 那時候真的一個月大概 一兩個通告吧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怎麼會做國貿 國貿 對 所以你知道我們選前支援 這種東西是這樣子 以前大概就是 的觀念就是 我們 那你應該也是社會主嗎 對 以前是最早是禮主 禮主 以前是禮主 然後跨社會 對 因為其實說真的 禮主來讀我們社會主 然後考上政大 術語比較好考啦 把他給趕出去 沒有那個時候 那地理歷史怎麼辦 你這樣是歧視更生人 你知道嗎 我就是 我當時是告訴自己說 我雖然走了禮主 後來發現禮主不適合 我覺得好我要在這個文主重生 所以我在高二的時候就說 我想要 之後是想要從事文主的一些相關工作 你為什麼不去讀戲劇系表演相關科系 或大船啊 我覺得如果 我不知道 如果我一開始就選擇大船的話 就是跟表演相關科系 我可能不一定會愛上正門 或者是你那時候就被你爸打死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敢講 但是如果我那時候就會選擇戲劇相關科系 我把它變成是我要考試才能過的東西 我可能就對他不會產生興趣 你看像王傳一也好 林依成也好 這些有名的演員 有成就的演員 他們其實都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他們是在原本的科系當中 接觸到表演藝術 然後才發現我好像真的比較喜歡 王傳一是好像交大圖木 還清大圖木吧 我記得他不是演藝相關的 所以我覺得是因為我在國貌 然後我斷斷續續的接觸了一些表演的東西 我才發現 這好像是我想做的事情 那所以你那時候怎麼會去讀國貌 我對這個東西還蠻好奇的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要讀歷史系 老師你對歷史一定很有興趣 我說沒有 我填作志願 我是真的填作志願 所以我進去讀中正歷史系的時候 我是系狀元 所以如果要讀歷史系的話 我那時候分數是可以上台大歷史系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讀歷史系 所以我那時候是 我記得放榜那一天 我就查我的本名 我本名叫呂建峰 我就Google出來有三個呂建峰 第一個呂建峰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那不是我啦 我對這個社會其實沒有這麼多愛心 你知道嗎 社會學系也不是在學公義的啊 那就是可能要社工嘛 就跟那個相關嘛 或者研究社會的發展嘛 我對這個社會也沒有那麼關心嘛 每次那個我沒意思再說我是好爸爸 好男人好老公 不是啦 我都覺得你不能冤枉我啊 他是渣男啊 不要再說啦 我媽的看要讓我死的 對不對 你剛脫單嘛 剛脫單很小時間 久了你就知道啦 顧你就知道了 然後第二個呂建峰是 實際大學食品管理系 有接近嗎 我才吃不對嘛 愛吃 但是那是自然組的學校啊 那自然組的學校嘛 那第三個中正大學歷史系 難道是電腦當機把我掃進去了嗎 然後後來我就 我們那時候是去繳卡 不是現在電腦 我們那時候要到現場去繳卡 然後繳完卡他會引一張給你 我花了一個多小時 把那一張引一的找出來 我填錯了 那你原本要填什麼 中正大學法律系 這是截然不同的科系 都...因差不多啦 法律... 都有個戲嘛 法律... 聽起來比較像 對...都有個戲嘛 所以我蠻好奇就是 因為我們... 像你們現在的田志願 跟我們那時候不一樣 我們那時候可能要背負著 父母的期待 對喔 你們比較自由嗎 因為我算一下你小伙子 大概十歲左右 有差這麼少嗎 拿新聞錢插隊 我第一次農業六次看新聞錢 對啊 我剛剛是... 我全程是差點想要跪著 應該大我哥二十歲有沒有 那你那時候怎麼會想讀國貿 好 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真的要講 很多同學都問我說 那為什麼會去做商院的科系 國貿這件事 坦白講 我是人為的弄錯這個方向 因為如果說 因為我其實對行銷管理 發揮創意的管理相關有興趣 你覺得國貿是商科女孩子多 不是...我當時覺得商科 但確實我們系上 古代人講 暗中出貢 他剛才已經講 對 不是... 脫口而出的 因為其實 雖然說國貿系真的 女生大概六七十個 男生大概二十幾個 但是 我當時進去的時候 是覺得說 哇...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感覺很酷 我以後是管國際大公司什麼的 結果沒想到進去之後 很多時候老師上課是說 怎麼樣用信用狀交易 然後Bad to Bad 還有Chat什麼東西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這種方式交易了 現在又第三方交易了 現在都用網路了 然後還在交信用狀等等 我想天哪 我是不是進錯行 可是發現其實 我覺得國貿系交給我的東西 是一個比較宏觀的格局 然後甚至是 我在裡面找到說 我真的確定自己對什麼東西比較有興趣 我才去考研究所 但是確實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誤解了這個 因為貿易這個東西 它其實跟企業管理商業管理的關係 並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比較了解的是 我要怎麼樣匯差什麼什麼東西去獲利 所以我是人為的弄錯了這個系所的定義 所以真的 所有同學 填志願之前先了解 你自己是誰 了解這個系所在幹什麼在定義 沒關係啦 這個人力銀行做過研究嘛 所以自用的比率只有15% 是啊 大概85%都是做不相關的行業 對啊 那你大學同學是楊曉黎 是啊 是啊 你跟他互動怎麼樣 很好啊 那個時候 很不錯 你們該有一起辦活動啊 一起表演吧 我們一起主持過很多的節目跟活動 在大學的時候 在大學時期 政大的就是說 畢業典禮啊 畢業舞會啊 精選獎啊 各種的活動大到小小的東西 我們兩個搭檔很多次 所以我們認識十年以上的時間 那 這個好玩喔 你去參加那個關鍵年代的時候 再次受到邀約 你設定自己是每一次發現到有梗 對 哪來那麼多梗 對啊 就我當時覺得自己應該要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 那個節目 李大華老師他開的一個節目嘛 然後 其實當時有非常多的大學生研究生 都在那上面 他就比較像是一個學術版的大學生了沒 那你想要脫穎而出 你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必須要能夠被剪進所謂的預告破口裡面 你要有辦法有一些特別的發言 那要嘛有這個很獨到的觀點 要嘛有很離經叛道的發言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說 好我一定每次發言的時候 選擇離經叛道 對離經叛道 出手就是要對 然後我就舉手就講說 我要講什麼講什麼 那大家都會講說 這個人在說什麼 就像他們好像找了台中的議員來吧 聊說台中的自然到底要怎麼能夠改善 我就舉手說我覺得台中需要一個蝙蝠俠 需要有一個有錢人出錢幫人家打造那種什麼載具啊 還有這個身上的那個裝備什麼東西 就在台中什麼市政北七路上面 在想辦法這個行俠仗義打擊犯罪 這樣子台中的壞人就不會冒出來了 那他就把這段簡進破口 簡預告啊 然後大家都想說這什麼意思 這個人在講什麼 好在他沒有把學歷寫出來 要不然學校會撤銷我的學籍 因為講到這個喔 就是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不是有台大經濟系學生的那個學生 對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那個東西 就是白目小孩在講白目的話 那是引起了軒然大波啊 對啊 因為其實那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第一剎那 我在網路上看到嘛 我會覺得喔 小朋友開玩笑 但是他玩笑開過頭了 對 是 玩笑開過頭了OK 那你身為一個喜劇員 像你剛才講的 喔 要個蝙蝠俠什麼的 就是要出其不義 或讓他覺得 哇 你怎麼可以狂成這樣子 那他們夠狂了吧 他們夠狂 但狂錯地方啦 你不覺得說 我今天在節目上面 我當然追求節目效果 是 但你在一個學生會的選舉上面 追求節目效果 我覺得方向是怪異的 你有認真看過他們的證件嗎 我看過啊 我看過 可是很多證件不像 不就像我們在看脫口秀 他們常會用的一些 不像啊 他不好笑 他不是笑話啊 其實太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我就說 他們寫的根本就不是笑話 然後你們一直在講說 這單口喜劇交出來的 我覺得並不公平 你這感覺就像是說 今天有一個人 在路上隨便打你一巴掌 你就說喔 台灣的危機分教育是失敗的 有什麼關係 打人跟危機分有什麼關係 那寫白目的話 跟寫笑話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你真的要講教育失敗是 你到底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忘了告訴他說 你要在什麼地方講什麼話 這件事情比說 幽默跟白目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你在路上隨便罵一個人 罵髒話出來 你說這是笑話 這不是笑話啊 我覺得他要弄清楚的事情是 你平常私底下講幹話 有些歧視的話 你沒有被抓到 已經算是你幸運了 可是你在公開場合 把他講出來 你又祈求大家不要去追究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有點奢望了 那這件事情 其實跟所謂的喜劇 跟單口喜劇 我覺得不應該畫上等號 或扯上關係 但也許說不定 有影響 就我們的作品 可能讓別人覺得說 也許這樣開玩笑OK 那我們可能會 我們需要檢討 但並不全然是我們的錯 像郝平你自己這樣 每天在想喜劇 其實講笑話 尤其是表演的時候講笑話 它是一件非常高張力的事情 對 你自己的情緒要融入 常常我說 老師怎麼樣 怎麼樣講話好笑 我說其實 幽默感是天生的 但口才可以訓練 OK 那你怎麼把那個東西變成 就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我記得以前那個 諸葛亮和賀一航講過一個故事 他們以前都是那個黑道包秀 對 然後他們上去 每天都在作秀 然後但是 你知道台灣的市場 它其實就不大 所以這個觀眾 是不斷地在重複出現的 他這個笑話 他可能已經聽了六次了 甚至他還有住錄影帶 他錄影帶已經看了二十次了 然後他們在上面講笑話的時候 還是很好笑 下面黑道就在看嘛 然後你講到第六句還不好笑 然後那個西瓜道就拿出來 口吹起來 不笑 不笑 這樣子 你怎麼去面對那種 你上台就是 比如說你講了已經五分鐘了 台下觀眾還是沒有反應 那個會慌耶 當然 你怎麼去克服這個壓力 我們會在台上 把這件事情的原因 盡可能找出來 當然我覺得作為一個 但是你已經上台了 有經驗的表演者 他可能手上會有幾套東西 去應付這個狀況 我甚至上台之後 發現五分鐘大家都不笑 我會想說 請問一下你們今天是 大家都不笑發生什麼事情 我問說你們都從什麼地方來 我開始跟大家互動 我必須要戳破這件事情 我如果說今天 講了五分鐘大家都不笑 然後我還在原地 一直想辦法攻破大家 越攻越不破 越弄越失敗 那整場之後就會不斷失敗 我曾經聽過有一個喜劇演員 叫黃小胖 黃小胖她是一個 非常有經驗的一個女生 然後她是 她現在也是當媽媽了 所以她講的笑話 可能跟家裡的婚姻啊 養小孩的故事有關係 她有一次上台 例如說禮拜六上台 講完之後就發現 大家都沒什麼笑 那她就禮拜天第二場的時候 她講沒多久 她就開始哭 她就開始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都不笑 反而在這個過程 大家笑得很開心 就其實有些時候我們 在做表演 我覺得不只是 就是喜劇演員這個東西 就是任何一個表演 任何一個創作 如果你是有辦法即興 跟觀眾去互動的 你有辦法戳破那個當下 沒有辦法被攻破的氣氛 你知道說 你就把這個房間裡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把這個東西指出來 觀眾會知道 你在面對這個狀況 而不是逃避他 所以他可能 就直接去面對說 現在觀眾為什麼不笑 你們從哪裡來 你們是不是外面下大雨啊 什麼什麼 就會把這些東西 在互動的時候去弄出來 那我們也許在觀眾 鬆了之後 觀眾更放鬆下來 跟我們互動之後 我再把後面的表演 再端出來 或者是說 我可能會有其他套的部分 比如說發現現場可能 對冒犯的笑話 不是那麼的感興趣 不是那麼買單 對 或者是有些人覺得 你的笑話可能太聰明了 需要一些低格局的笑話 那我們可能就有一些 back up plan 就把這些東西 端在大家面前 講完了 鬆了 再往我原本要講的東西下去 因為你知道 像我自己那時候 14年開始 就是我有一些 上課影片流出來 然後在網路上流傳 然後有一些公司 就叫人家如何說話的公司 叫人家如何講笑話 幽默感的公司 就會拿我的影片 來當範例 然後開始分析我的語言 結構跟邏輯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有一個人 就把那一段上傳到網路上 就是他自己在分析的 而且是什麼講師 在分析我的語言 我一看你們胡說八道 我從來不是這樣講的 就想到最久了 不知道再唱什麼 還沒說一把 然後那一把 學生買單 學生買單 我們下次就繼續用 是是是 你覺得幽默感有沒有邏輯 我覺得幽默感 我不會定義說他有什麼樣的邏輯 我只會有一個八個字的簡單的說法 就是所有的笑話都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就今天我發生這件事情 如果說是天馬行轟的很突然的很無厘頭的 當然無厘頭也有他的派別 可是我覺得我寫的笑話是 我覺得好笑的笑話都是 我沒有想到它會發生 它確實有可能會發生 但我沒有想到它真的發生了 舉個例子喔 例如說 好 我曾經開過一個玩笑 就是說 我常有時候演講的時候 大家要我講個笑話 請大家不要再說我是gay了 不要再說我是同性戀了 我嚴正的說 你不要再說我是gay 要不然我男朋友會生氣 就是這樣子一個邏輯 是 這樣的邏輯就是你直接去分析 前面我錯誤的引導大家說 可能不要再說我是gay了 這個我不是 但其實最後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是 不然我男朋友會生氣 那這個對話這個句子 是有可能發生在某一個人 講出來的話 他的邏輯是正常的 可是你沒有想到有人講出來了 沒有想到它是這個發展 我的推測是這樣子 我的整個推論的邏輯 是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那你要去分析所有的笑話的話 可能也許多多少少 可以找到一個脈絡 就是錯誤引導 我讓你以為我要講A 但其實是講B 但我講B 是在合理的脈絡之下發生的 那他這就是一個 笑話的基本的架構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派別 我覺得大家都在講說 你笑話是表演派嗎 還是什麼 寫音笑話派 雙關派什麼東西 我都覺得沒有必要去分這樣子的派別 就是你是一個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武器 老是無招勝有招 對 每一招都可以是我的招 就是我需要的時候 我就把它拿出來 那你平常會花時間 準備這些笑話什麼的嗎 花時間準備笑話 對 花時間準備 我講個坦白話 就是有一陣子 我回到家就大概看電視 然後那時候老婆就問我說 你怎麼不備課 我說我在備課 對啊 那你會花時間去準備笑話 哏 或者是把身邊的事情都寫成哏 寫成笑話 我會花時間觀察 我覺得觀察可能比花時間創作更重要 因為其實你寫到後面會發現 最難寫的部分 最難做的是收集素材 素材是最難的 很多人講單口喜劇的第一年第二年 然後就開始講說 我已經沒有笑話可以寫 我已經沒有素材 我說等你講十年 你再來講這種話 因為其實剛出道的人 你要做頭三分鐘五分鐘的笑話 一定都有辦法 那是你十幾二十年來的生活經驗 對精華跟經驗的結晶 所以你一開始絕對不可能沒有題材 你有這麼多的生活 那如果你真的做了五年十年 你生活這種東西都寫得差不多了 你才來擔心素材 因為我的身旁的人都已經開過玩笑了 我的親朋好友 都已經沒有人要理我了 沒有人要理我了 生老必死 我都拿來開過一次玩笑了 我沒有東西可以講了 那怎麼辦呢 你就要開始去跨出舒適圈 你就要跳出老聲常談 講說跨出舒適圈 意思就是去接觸你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然後去看這些你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跟你腦袋的撞擊 不是真的撞了腦袋 不是找一個人去毆打你的頭 是真的去撞擊你的主觀意思 這句不好笑 這句不好笑把它剪掉 這句不好笑 這句不好笑 我今天拿沒有多少錢 這句不好笑 你多付我一萬塊錢 我讓你整個節目都一直笑一下 拿一萬出來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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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真的就是 很多人會覺得說笑話是怎麼來的 我覺得笑話來自主觀意識 跟客觀意識的碰撞 而且要再配合現場的情境 對 我今天覺得這個 例如說我覺得呂傑老師是一個優秀的 家庭主夫是一個優秀的老師什麼的 但我客觀遇到他之後發現 其實他本人有很多這個小心思啊 還有甚至外面有兩個小三在排隊等等的這些東西 三個三個三個 三個是不是 低估了低估了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小孩沒登記 不要講太多 老婆再開啦 不要講那麼多 所以像這個就是客觀 然後跟我的主觀產生的衝突 那這個衝突就是笑料的來源 那我覺得我平常的工作就是要不斷 應該說不是工作 我平常的生活就是不斷讓自己 主觀的想法去跟外界的事物產生碰撞 那如果我周遭的人都已經碰撞完一輪了 那我就要再往外去碰撞第二輪 我可能就會出國旅遊 或者是去玩一些沒玩過的東西 可能去玩飛行傘啊 什麼3D VR的體驗 我如果今天沒有靈感的時候 我就會讓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要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 是 才有辦法找出新的東西 對 那像這樣台灣現在這麼多的主持人 其實我說實在 錄綜藝節目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講 其實我是14年的時候 幾段影片在網路上流傳吧 然後那時候開始接觸媒體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跑過綜藝節目 我就只去過那麼一次 我就不要再去了 天啊 對 沒有啦 因為這麼講就是 綜藝節目嘛 它就是大家來搞笑或者說笑話 然後大家都演笑的時候 像你一個政上人 就你是笑的 對 我不是說他們真的瘋了 就是他的工作 但我並不是做這個工作的 所以一次之後 算了 但到後來我就 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重新再看那一集 然後或者是再看其他綜藝節目 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綜藝節目的主持人真的很難 比我們這種談話性的節目 簡單難多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 這題問了 你講得不好 沒關係我們再下一題 再下下一題 甚至像你這種來賓 就是你會自己cue 自己怎麼樣嘛 對不對 他還坐下來 等下回放前面五分鐘 到底是你主持人還是我主持人啊 OK 你覺得台灣最好的主持人是誰 最好的主持人 綜藝節目主持人 好不好我們說不要說最好 最好的三個 最好的三個 對 呃 呂結 就是其中一個呂結 我猜得到這個答案 我猜得到 去掉一個去掉一個 我在想看 最近在跟陶子姐做節目 陶子姐做一個 陶子姐做一個這樣子 最後一個 我想想看最後一個 那就我自己吧 好 我期許讓我自己 所以憲哥沒有排在上面 沒有憲哥是超出 他不是主持人 他是主持神 對不對 這樣答案應該過關了吧 過關了 所以我覺得說 我給自己的期許 是我希望可以成為最好 那 其實像陶子姐 就是真的在跟她 合作的過程當中 剛好 這個我們 其實現在最近在合作的節目 才發現 看到她的另外一面 是 就看到她的另外一面 就是她轉過來背面給你看 對 我們常常看到她的背面 還有上面 不是 就是我們看到她 更變才無礙的那一個部分 她也是 她是女學姊 她也是政大的啊 對啊 可是平常在節目上面 你覺得一個主持人 這樣跟你變才無礙的 就把你所有的想法 論點都打 甚至將你的缺點 未必是一件好事 可是今天剛好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舞台 讓陶子姐講出這些東西 那當然你再要我講 我可以舉出一堆啦 就是 小燕姐啊 焦哥啊 然後憲哥啊 Lulu啊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主持人 我覺得每一個都有很多很多的優點 可以去學 那這個部分是 你要我舉三個 我真的舉不完 那我們這麼講 有人說自嘲是最高級的幽默 但是你不認同 好累喔 這題我已經回答過八次了 對對對 你不認同 應該說我覺得自嘲這件事情其實 我知道一定很多人真的覺得自嘲是最高級幽默 我覺得那些嘲弄跟冒犯都是下流的幽默 可是我說真的 自嘲並沒有在道德層面上面 其實應該不是說是下流的幽默 就是因為 他最少比較不會傷害到別人 可是自嘲你覺得大家在笑什麼 笑我啊 對啊 那自嘲大家在笑你 所以 我可以控制人家比較大 比較小 所以你覺得觀眾大家在笑你的過程當中 他有沒有在笑某個人 這個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觀眾 不是啊 觀眾在笑你 那觀眾笑你跟觀眾笑別人 是不是觀眾都在笑某個人 但是最少你不是去傷害到別人 沒有啊 你只是把自己掀出來給別人傷害啊 我這麼講 其實我以前講話 要多賤有多賤 要多酸有多酸 結果後來有一次 我回我的母校演講 那是我的 因為演講完之後 校長就約了我當年的班導師 他現在應該快退休了 然後就一起出來吃個飯這樣子 就是我們演講完就 校長請吃飯 然後呢 他就在我們在吃飯當下 他就笑一下跟我講 他說 他叫我的本名阿鳳 他說阿鳳啊 你講話一樣那麼犀利 一樣這麼的分數不濟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個笑話講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笑 但是有幾個人 他很痛苦在暗示哭泣 然後那一剎那的時候 我開始去檢討我 講話分數不計 深人不拘的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說 所謂的自嘲就是 我很喜歡 因為我也常人家問我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就是其實我們 通常公眾人物 尤其我們有時候比較喜劇派 或者比較歡樂派 是 常常我們在Q&A的時候 人家問我們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那我都是這樣回答他 就是我很喜歡朱克亮的幽默感 就是朱大哥的幽默感 因為朱大哥的幽默感 最後會把梗做在自己身上 就是他比如說有個藝人來 他在訪問這個藝人的時候 他當然會給他驚嘛 會驚於他嘛 會給他尖嘛 可是他最後梗會做在自己身上 就比如說 他有一次訪問高麟鋒高大哥 雖然這兩位現在都已經在天上了 他在訪問高大哥 然後那個時候呢 高大哥好像在賭船 輸了不到七八百萬 然後上了媒體這樣子 然後他在訪問高大哥就講 哼 這塊啊 我輸七八百萬 補爪三三天 我輸到老大廚不會死 跟你跟別人拆拆我 結果他就把梗拉回到自己的身上 是 所以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還是回到最原本的狀態 我說自嘲其實是帶領觀眾去笑另一個人 而這個人是台上的自己 那也就是說嘲弄人數減一 被傷害的人減一 那因為是自己 如果說今天嘲弄自己 他可以不管怎麼樣都被列為 是最高級的幽默的話 前陣子韓國發生一件事情 有一個主持人在訪問另外一個女演員 然後他一直不斷開自己的玩笑 說你好漂亮喔 我自嘆不如什麼什麼 講這些東西 結果韓國人是在可憐 他說天啊 你幹嘛沒事把自己講成這個樣子 就如果今天自嘲 一定是可以被列為最高級的幽默 那為什麼這個人會被批判 為什麼這個人會覺得說 你不要這樣 對是不是over 所以代表一件事 自嘲也有技術的高低之分 當然 所以如果今天不管怎樣 都有技術高低之分的話 那我們應該探討的是技術 而不是題材 要不然今天我不要講喜劇 我講電影 今天有一個導演 他拍了一部公益電影 在敘述某一件扇形紀錄片 但分鏡差攝影遭燈光也爛 對白更是乏善可成 投資人欸 投資人出來欸 這兩個你還在吹 如果今天這樣子 然後他說 但是因為他拍的是公益 所以我說這部是好電影 他應該入圍奧斯卡獎 你覺得合理嗎 他不合理 所以我們今天在做創作的時候 我們創作本身應該回歸到技術層面 當然社會責任是有 如果我今天用攻擊的方式 或用不那麼好的技術 造成別人覺得說 我可以去效仿 我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攻擊別人 去開別人玩笑 那很抱歉 那可能創作者自己 確實應該負一些社會責任 但是回歸到創作本身 我們必須要相信 我自己相信 這是我這邊派別相信 我覺得創作回歸到的是 技術本身而不是題材本身 你如何讓技術好到有辦法 讓冒犯人的這個傷害性低到 完全被那些笑話跟蓋過去 變成就玩耳一笑 對 我覺得這是關鍵 要不然你所有的笑話 其實都具有冒犯成分 你說天線寶寶有沒有操縱到別人 那個誰 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 鄭敬毅鄭大哥 嘲笑過華人的幽默感 他說華人幽默感 就是一定要有個傻子 然後大家來笑這個傻子 對 對 就是以前笑有個笨蛋 有個白衣服怎麼樣 要裝傻 對對對 但是這個就牽扯到現在又很 大家常拿出來討論 尤其是網路上每天在罵地獄梗 我覺得 我覺得所有的笑話 我知道一定有些人不會接受這件事 但我覺得所有的笑話 都是第一個 我們沒有讓每一個人接受 我們只要在一起點決定 破10萬 KPI達到就好 我們沒有讓你接受 沒有讓你 沒有讓你看 絕你白癡 YouTube半兩三百萬 不是我們在做而已 沒有啊 最近都沒有啊 最近都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笑話 其實都是地獄梗 就是所有的笑話 就是你覺得冒犯性再低的東西 它都有可能在某些人心中 某些人的心中是地獄梗 它就是地獄 所以如果你覺得地獄梗 就是我自己都不太喜歡講這個詞 因為我覺得 就是所有的笑話 都有冒犯成分在 那 如果今天你說這種笑話不能講 那就是所有的笑話都不能講 你說一定有自嘲的笑話是 一定是沒有問題 然後有一個人叫小菜 他被端走了 你說這個笑話 沒有這樣的傷害嗎 你看如果今天我講 有一個叫小菜被端走了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人 就真的是姓蔡 就說不好意思 我從小到大都一直被開這種玩笑 請你不要講這種東西 你一直在冒犯我 我們到處都沒辦法講話 對 就變成什麼都不能講 我們同一個腳本裡面沒有的東西 你說說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歧視的點太多了 不會啊 每一句話都是歧視 不會啊 你知道像 有時候你光是 有時候跟原住民相處 你為了 就是大家拉近 然後學原住民講話 歧視 連這個都是歧視 我覺得歧視的點不會太多 因為人只要 人生在世 你有很多的想法 你確實在任何一個點 都會遭到冒犯 那我從來都沒有講過說 我說的是大眾現在對於歧視很廣泛 就是你講什麼他們都會說你歧視 無妨啊 就今天你今天會 你的言論你的作品 會變成大家覺得說 你這作品在歧視 如果你是個創作者 那就表示你在技術上面 你也許你的善意的動機 被你的很差的技術給蓋過去了 所以大家覺得你好像在歧視 那創作者應該回過頭來 那有些人他就討厭你啊 那沒辦法啊 你討厭我 你對我的作品怎麼樣都有意見 那我永遠沒辦法得到你的認同 那是創作者必須要去扛的東西 我常常講一句話是 也是一個前輩跟我說的 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 我相信呂傑老師你 從以前到現在對不對 常常被誤解嘛 所以我常封鎖粉絲啊 所以你知道我大概喔 因為其實我很少在看留言 沒有時間啊 我常看 我很少在看留言 我通常什麼時候才會看留言你知道嗎 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又忘了帶書進去 我才會看留言 那你會回嗎 很少 我大概通常我看留言有沒有 就是滑一次 大概會封鎖四到五個粉絲 你知道我有時候 有一次無聊喔 我就打開我的臉書的封鎖名單看 我滑十分鐘還沒到底耶 因為有時候心情不好 剛好跟我老婆吵架有沒有 這什麼名字好像封鎖 這長得太醜 封鎖的 我就滑就封鎖滑 所以我後來不太看我自己的留言 就是怕封鎖太多人 封鎖到最後 奇怪最近怎麼都沒有人留言 都被我封鎖 連老闆跟老婆都被封掉 老婆不會啊 老婆不會 那就只剩下老婆 只剩下老婆留黑 沒有 他會幫我封鎖 這個長得太漂亮 封鎖 所以漂亮的不漂亮的都封鎖 那還有誰留在這個板上 真的很少 都沒有了 那你們在用地獄格的時候 有沒有講過就太地獄了 我自己 不去碰這樣子類型題材的原因 不是我覺得這種題材不能用 而是我覺得 我沒有這樣子的能力 去hold好這樣的題材 就是我還是回歸到技術層面 就如果今天這個題材 我有把握可以講得好 我可能就會把它講出來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hold這個題材 甚至是這個題材 我在開完玩笑之後 背後引來的各種的風波 跟我可能需要扛的風險 那我會選擇放下 但有一些人也許他覺得他可以 那他去講這些東西 那你今天講博恩正南龍這件事情 說真的其實 到底有誰真的看到那個影片 有誰真的看到那個內容 我們其實最早看到的是一篇 推特的內容寫說 曾博恩講了什麼什麼 所以沒有人知道 然後他就開始去找影片 對 沒有影片 沒有人有影片跟任何的東西出來 那那個東西裡面寫的是 曾博恩開始什麼什麼玩笑 我先不論這件事情是對是錯 可是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有點低估了 自己的作品會被各種不同的管道 跟不同的人去分崩離析的解析 沒錯 所以大家都很任意的把自己的段子 作品創作放到網路上面去 這會造成的問題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誰看到 而且他在什麼管道看到 然後在什麼樣的心情看到 對 那今天也許 你所有的觀眾都理解 其實你沒有惡意 你開了玩笑你以後沒有緣 但是會不會有人就是解你的前半句 然後說你就在開他們玩笑等等 我今天沒有在說所有開 所謂地獄梗玩笑的人 都是應該要被原諒的 我不是在保護他們 當然當然 但我想說的是 就是其實我們自己也要檢討 我們是不是太過於信任 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的東西 完全無所保留的放在檯面上面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覺得自己被冒犯 我從來在網路上面公開場合 我都沒有講過了 你開不起玩笑 我不會這樣覺得 如果你今天生氣 我會檢討說 OK好對不起 我可能沒有讓你真的覺得開心 David Chappelle講過了 然後你又讓人家最生氣的方式來道歉 如果的話讓你不舒服的話 那我道歉這樣 其實這個確實是一個方式 就是我很遺憾讓你不舒服 但是我的本意不是這樣子 我想要告訴你怎樣怎樣怎樣 那他能接受是我的福氣 不能接受 那也沒辦法 電波對不到 但我自己在我的粉絲專頁上面 有些時候有網友來留言寫說 你講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我會長篇大論的回他們說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你會長篇大論的 因為我上廁所的時間比較長 我等一下拿藥給你吃 不要啦 我會作用欸 我吃個謝藥 我再寫一本書出來 時間夠長 那那個時候我回他 其實我的目的是溝通 因為我覺得就像前面我講說 我父母不理解我 我覺得我父母不理解我這些東西 其實後來聊一聊 弄一弄 我大概都知道 其實他們是理解我並支持我的 可是我以前都把這個溝通的管道給關掉 我覺得他們不支持我 所以我也懶得去跟他們聊天 但跟網友溝通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我們都覺得對方是洪水猛獸 然後他們覺得我們是妖魔鬼怪 然後就拒絕溝通 可是事實上 我們的目的都很簡單 我們只是希望這個社會更好 他們是一群 相信這世界少一點歧視 少一點惡意 會好一點的人 對啊 這句話有錯嗎沒有錯 那我們是相信這世界上 多一點歡笑 會好一點的人 這句話有錯嗎 也沒有錯 那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 不能夠好好的去理解彼此 找到中間的平衡點 然後真的讓這個社會變得好一點 那在此之前 就是溝通 我知道這件事情很傻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花錢請個工讀生 把被我封鎖的名單 加回來 加回來 好好溝通 對不對 我怕工讀生可能要做兩個月還沒加完 你知道嗎 而且那些人可能都已經 還忘記自己有加你的粉絲業了 那些人可能也不在了 那我這麼說 但是你另外有提到就是 遇到這種事情 冷處理是最好的 就如果真的 如果是我被開這樣子的玩笑 我真的不爽的話 我其實現在的方式 我就是冷處理 因為你的回應 你的推波助瀾 反而會讓這樣子的玩笑 更被大家給認識到 沒錯 所以我覺得冷漠可能比 直接的惡意的相對是 更強大的武器 是 那有些東西我就覺得說 好我就不去理會 那就好了 有些時候我在節目上面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也會被開一些 我覺得有點無聊的玩笑 但如果我真的跟他去對抗 人家也會講說 你不就是喜劇演員 你為什麼開不起玩笑 問也是你直接打我一巴掌 你怎麼能夠說 這叫做一個玩笑 我就會去冷漠對待 我不會去回應這個東西 久而久之 其實他們也會 我也會發現 他們只是為了要引起你注意 他們覺得這件事好 沒有 他們就是讓你不舒服而已 有的人是善意的 他很善意的讓你不舒服 善意的不舒服 也有人就覺得說 我可以想辦法讓你開心起來 但是我用錯方式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不分青紅照牌 就把他們也都打成 這個黑五類 就說你們這群人講這些東西 這個一定就是要攻擊我什麼的 你自己切斷這溝通的管道 你怎麼站得出腳說 作為一個創作者 你說你百無禁忌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 你也可以對各種笑話玩笑 你有自己的喜好 那你可以選擇 對什麼笑話進行回應 這是我的處理方法 你最近出了一本書 是的 是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新書 對剛才講的很多東西都寫在這裡面 不只是喜劇也言 拿來中間 拿來中間 這裡 其實這本書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去寫 然後裡面有很多我的想法 包含說我的故事 然後你看了這些故事之後 就會知道說為什麼會有 衍生出這些想法 在這本書的後半部 前半部算是半自傳的內容 後半部是論點 那很多人看了這本書之後 都跟我講說 他們在追求目標 追求夢想的過程當中 跟我經歷很多一樣的事情 包含爸爸媽媽看起來好像不贊成 或者是遇到了一時的低落 爬不起來 那怎麼樣爬回來的 跟怎麼樣去更確立自己目標的過程 他們會找到一些相似的影子 我的目標很簡單 我希望看了這本書的人 他會覺得自己並不孤獨 因為有些時候我在過去 我會覺得我遇到這些傷害 這些打擊 我覺得自己好孤獨 就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 遇到這種狀況 可是真的譬如說 我真的跟呂杰老師聊 跟誰是誰聊 跟現場的人誰聊 他們都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我遇到比你更多 對 我開玩笑 我曾經登上那個 抱怨版第一男主角 跟KED版第一男主角 對啊 就這些東西其實我們都經歷過 但是很少有人把這件事情 拿出來講 拿出來彼此分享 當你知道 你也經歷過這東西 他也經歷過這東西 就知道原來 其實我有機會可以走過來 我可以站起來 那我想要透過這本書 給需要這樣子力量的人 一點點的方向 一點點的幫助 然後也許透過這樣的幫助 你可以站起來 能夠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甚至往前一點點也好 那這就是我的功德 其實像我們剛才 一開始有聊到 就是那如果現在 有一些年輕人也想 他如果不管是 透過秀啦 喜劇啦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我覺得先去好好享受生活 就是你真的 我當然前面講說 叫你不要來 現在有個有錢的爸媽 對 真的真的 因為這個一開始賺不了錢 很大部分現在台面上 有名字的單口喜劇演員 現場喜劇演員 家裡一定通常是不愁吃穿 不一定要到有錢 至少是可以讓你生活是OK 為什麼 因為初期絕對需要投入很大部分的 自己的錢 自己的資源等等 你到後面才有機會 有辦法靠這件事情生存 甚至到現在說不定 只有博恩 只有凱莉這些人 有辦法靠這件事情賺錢 那在此之前 我覺得你先好好享受人生 你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觀點 你才寫得出別人 寫不出來的笑話 你這才是一個作為 現場喜劇演員 無法被取代的理由 我可以好好享受的時候 我還去當喜劇演員 對啊 所以你享受完 你可能就會想通說 還是算了吧 我沒事去當一個單口喜劇演員幹什麼 其實我們說 網路霸凌這種事情是這樣子 我自己面對網路霸凌 它其實有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你會難過 第二個階段 你會憤怒 第三個階段 你會覺得無奈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 第四個階段 你會無感 這樣喔 好棒棒 然後最後一個階段 你會享受他 你會享受他 看他怎麼樣 這個罵得有創意喔 其實一切都一樣 就是當你面對多了 你大概就會習慣了 就像面對舞台一樣 我第一次站上獎台的時候 大概五分鐘 我就想走下來 然後五分鐘過 你不能走下來 因為走下來就沒有錢 然後十分鐘過後 半個小時過後 我們開始習慣這個舞台 甚至你就說 他就是我的舞台 是 對啊 非常謝謝今天豪平來到我們現場 真的不容易 豪平很貴 豪平很貴 要不是要打輸 他在鼓位啦 喜劇貴公子的貴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的價錢 對 沒賺錢 大家要吃什麼 人請吃錢四名 我是愛錢 我不是愛做的 對不對 沒有啦 有時候也是為了希望能夠傳播一些思想 真的啦 帶給別人快樂 其實自己也很快樂 對的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豪平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他的新書 不只是喜劇 希望各位粉絲 還掃兩個字 不只是喜劇演員 不只是喜劇 不是說 不是說我今天打折上節目 你就給我掃兩個字 不只是喜劇演員 黃豪平的斜槓生存學 這個黃豪平的斜槓生存學 其實這個 在台灣走喜劇 它不是一條很好走的路 因為畢竟我們的市場 真的小了一點 是的 我們真的小了一點 然後你要打到對岸的市場 又有很多很多的困難跟阻礙在那邊 所以大家都辛苦了 謝謝豪平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豪平來到了現場 那我們如果有機會再邀請豪平來 但是我知道他很貴 所以大家要等久一點 他才會再來 等我第二本書 第二本書 第二本書 OK 或者是有你的脫口秀啊 要宣傳啊 對啊 你的票很難買 不會 來老師我這邊馬上就可以訂單 好 因為現在這個六月二十二十三 還有一些票 你現在沒有下單 我不會讓你走 我要四個位置 我要四個位置 而且我要第一排 但是你不能找我互動 因為找我互動 還是要收錢 好好好 來 我們現在豪平 其有此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